老爸,第一次来台湾,什么感觉? 消费看比香港 你也觉得 我们来吃一碗暖鱼生 干点一碗 就带到一泡面来过去,没吃饭 不会饿死你 那里面吃个东西好好吃 一年了,跟我走 今天来梦时代,然后逛摩天轮 想让爸妈看一下高雄 我爸妈傻眼了 因为这边商场是11点开门 在我们那边是9点开门 来台湾,第一件我爸妈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 商场为什么11点开门 是不是 不会工作时间那么长啊 我第一次这么早来这里等开门 老妈,抬头看海耶 那边就是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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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远很远,那里很远 那是机场吗 不是,那边是港口 那是港口 来,坐一下摩天轮来 Come on 请 像就是下雨的时候来打雷 很下冷大 边打雷边下雨 特别是最高点的时候他还哼的一声 你为什么要下雨跑过来 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会下雨啊 我爸爸妈妈第一次来这边看到机车开那么快 傻眼了 这边是瑞丰夜市 老爸老妈已经开始逛夜市了 哈哈哈哈 来看一下高层的夜市 是 来看一下台湾夜市长怎样 想吃啥就说 好了 这才是接地气的地方 对啊 爸爸,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小吃啊 小吃在哪,就是夜市啊 最接地气的地方 对啊 甜了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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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 吃脚洞 今天来到佛光山 我爸妈都很好奇呢 真的好大气啊 这尊大佛 可以帮我拍啊 给你给你 来,给个镜头 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来 蛤,你不是 第一次来 我妈去朝圣了 她要去挂她的许愿 哇 挂她的许愿牌 这是我老妈 然后她每次都是最后一个 掉队 嗨 爱臭美 爱臭美 没办法 哈哈 老妈 你怎么唱 哈哈 妈妈第一次来佛光山 什么感受 很开心 除了开心 你能说点别的吗 风卷真的很好 很漂亮吧 对 是不是 值得一来 是吧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佛啊 我叫圣地 真的吧 这么大的 这世界里不文明啊 这是 知道不 再逛一天还可以逛 可能很多地方没走 他没走是吧 看看我老爸老妈 脸上的笑容 那是真的逛的开心呢 那我爸妈第一次来台湾呢 主要是跟我说了这三个问题 就是她非常的好奇 也非常的带有疑惑性 那第一个呢 就是台湾的物价 让他们吓了一跳 那其实这一个方面呢 我有跟他们解释说 这边跟干州 就是因为我爸妈住在干州 住久了就是 干州那边的物价 其实也没有很便宜耶 只是我们家附近的早餐店 因为我爸妈习惯吃早餐 他就会用这一个去对比 就像水果之类的 该贵的不算很贵 但是像早餐啊那种 比较日常的又很贵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边的物价 好像有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高雄的物价是比较贵 但是你如果用三线或者四线那种 小城市啊去对比高雄的话 我是觉得 他贵 那应该也是正常的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他觉得台湾的机车开的太快了 就咬的一下 就从你的眼前 你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这就是我妈的原话 然后他每次走人行道的时候 他又是个爱玩手机的人 我都真的是很怕他 就是一不小心走到机车道 真的好危险的 然后他也跟我说 就是这一个问题 他有意识到 而且这边的红绿灯 似乎就是不像大路那边的红绿灯 就走两个他就会红灯 然后绿灯之后走两个他又红灯 然后这边的红绿灯呢 他是一路红或者是一路绿下去 他觉得很新奇 然后特别是我爸 我爸他本身就是有开摩托车的 然后他觉得每次他出去做事的时候呢 就会被那些红灯就气到 他觉得这边的红灯要么是一路红 要么是一路绿 就是非常符合他心目中的那种路况 如果这一种路况在干州的话 他会很开心 但是如果是我妈心中的所想 就觉得这边的路况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这个呢是他们第二个比较新奇的地方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边的商场 其实我们那边的商场呢是 只要你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像那种梦时代啊 然后大云霸啊 还有就是巨蛋啊 这些比较大型的百货 我们那边管这种百货公司呢叫做商场 只要是这种比较大型的商场呢一般呢都是9点钟 最晚都10点钟就会开门了 那这边的话呢 他们第一次看到商场11点开门也是蛮好奇的 就我跟我爸妈通过商场的这件事情 有发现就是台湾的商家 他基本上大部分在该赚钱的时候 他居然关门 就像大陆的话 他是2点钟到5点钟是最有人吵的 所以这一个时间段呢是不可能去关门的 但是我爸妈来这边发现 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大部分的餐馆 他都是会关门的耶 因为我爸妈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他们会觅食 所以呢他发现这边在这个时间段他没有办法去觅食 包括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时间段我才会想要出去吃点什么东西 但是我会发现就是2点到5点之间有很多的餐饮店都是关门的 这就导致了我和我爸妈心中的疑惑 就是为什么感觉台湾的商家都好像不想挣钱的感觉 因为说实话大陆呢确实是这一个时间段比较有人潮 然后到台湾这边呢反而是关门的状态 其实我到现在呢还没有摸清楚 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 那以上呢就是我爸妈刚来台湾之后呢 发现了这三个比较好玩比较好奇的三件事情 好那这期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 那喜欢你们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那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和IG哦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